就算你就算你看清我模樣 就算你就算你陪在我身旁 我也要拿生房子啦 要自己的做事業吧 代發葵砸千萬麥盒粉 問海倫青桃沒感覺 海倫青桃有了小鮮肉 也來關心一下他前夫哥哥代發葵 回復單身後的第一個農曆年是怎麼過的呢 我過年期間是跑到越南去 西宮最有名的廚藝學院去學那個河粉 我剛開始我也去談連鎖 因為海倫青桃在那邊的關係很好嘛 你這樣取得授權大概要花多少錢 大概是一千多萬台幣啊 房子一千多萬就賣了 房子大概是兩百多萬美金 大概是六五六千萬 除了河粉店 他另外又花了兩百萬 訂下一間日式拉麵店 也已準備營運 而他聽說海倫青桃被蘋果拍到 跟相機難約會 比起明顯變得落寞說 沒什麼感覺 我不發表任何評論 還表示和海倫青桃 沒有聯絡了 我也在忙自己的事業 柔道新聞 哥哥可真會忍 報道